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BA公司的分红 因为投入低 居然都还能盈力 而为了能激起这几支混日子球队斗志 姚明上台后 削弱了三万元制度 把季后赛阔军倒十二支 还别说 姚明这么一搞 这几支混日子球队还真的有想法了 如最近十多年来 仅仅是进过一次季后赛的吉林队 在今年夏天就准备赌一把 找来了两个CBA争议外援 一旦吉林队使用好他们的话 还真的能让吉林队重新杀进季后赛 带领球队重新决起呢 当年孙军和罗德的黑白双杀是CBA最强组合 其实吉林队并非一直都是CBA的云南球队 早在孙军罗德时期 这对黑白双杀帮助吉林队连续四年杀进半决赛 成为了当时北方的代表球队 不过随着孙罗组合退役后 这支北方豪门也彻底的没落了 从2006年开始 也就14到15赛季 依靠强悍三万元进入过一次季后赛外 其他赛季都是处于联盟靠后的位置 但因为在18到19赛季 CBA季后赛扩均到12支 这支昔日强队也不想继续这样混日子 但他们的投入有限 想找来大排外援肯定不行 只好退而求之 找来两个上赛季 被很多球迷诟病却又很有实力的外援 他们要赌一把 若是用好他们的话 还真不好说不能再度杀进季后赛 当年吉林队也是北方豪门近几年 多米尼克琼斯虽然一直在CBA效力 但他无论是在山西 青岛还是上赛季在南京同西 都是不讨球队喜欢 其他把偏毒而被球迷趁之为毒流 不过他在吉林南篮声望却不错 因为在吉林队上一次杀进季后赛时 琼斯就是球队最大功臣 当年他一共代表吉林队出战41场 场均上场40.8分钟 砍下36.8分7.8篮板8.4助攻 2.7抢断 非常劲爆数据 这也是琼斯在CBA这么多年来 取得球队成绩和数据最好的一个赛季 现在他们再度联手 还有重塑昔日的辉煌吗 琼斯当年在吉林队表现非常劲爆 对比琼斯在球尼间被骂毒流 他的另一外援 蓝佩的口碑要好很多 尤其是在2016-17赛季 蓝佩带领深圳队赛季后赛 打爆当年的首轮秀亚布塞来 是球队重返四强的最大功臣 而他在那个赛季不仅是CBA候选MVP球员 也被认为是当年三大内线外援 他在那个赛季场军贡献 23.2分 12.7个篮板 2.2个助攻 1.4个抢断及0.6盖茅全面数据 其中两分球命中率达到58.2% 在三分线外也保持着36.4%的命中率 因此在去年夏天 蓝佩遭到多家球队封抢 而深圳队也使用了优先群续约 不过他在去年夏天做手术 最终让临时攻萨林杰取代了他 后来转会到青岛队 蓝佩一共青岛队出战四场比赛 却因为两次伤病让他告别赛季 蓝佩当时深圳队重返四强的最大功臣 事后很多有球迷爆料 青岛是被蓝佩坑了 他在伤病没有痊愈的情况 提前付出跟青岛签约 而这直接导致后面比赛的再度受伤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今年夏天CBA球队都对蓝佩心存借地 怕再度被他坑了 不过吉林队正好趁虚而入 在大家都不敢签蓝佩的情况下 低价收下 就是赌一把他 加上此前签下的琼斯 就这双外援能力在联盟中都能排得上号的 就看吉林队倒是怎样去调配和使用他们了 因为蓝佩和琼斯都是脾气 琼斯不用多说了 蓝佩在深圳队时 就曾因为帕哥打球独合发生过激励争吵的 很难保证他不会再度喷琼斯 不过这对于吉林队来说 高风险才有高回报 哪怕真的失败了 也不会有太大失望 而一旦赌对了 那真的是捡到宝了 不可以吗 也为了一些功俄的理由 我 不可以做很多考虑底者的考虑 很突然谁当以下属雷区二人这样自发 Fleur好旅伍吗 再 ise économique